哈喽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 免费福利送不停 自从华为鸿蒙4.0系统 更新发布以后 很多小伙伴发现这个 谷歌的 Play 商店 不能使用了 要么下载安装不了 要么安装好以后 就是闪退 反正就是各种的不能用 那么之前我也针对 这个安卓系统的手机 有做过相应的 三期的这个视频 就是安装这个 谷歌应用商店的 一个方法 那么有安装三套件的 有用这个GSpace 这种方式的 还有最简单的 就是Gbox这种方式的 那么系统更新以后 因为它对很多的软件 已经是不兼容了 所以说导致 这样一个安装出现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的 其他的这个大神 也有一些相应的 新的安装方法出现 那么今天 我也针对这个 鸿蒙OS 4.0的最新系统 做一期最简单的一个 安装谷歌商店的一个方法 给到大家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那我在电脑上操作 现在我已经连了我的手机 那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系统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 鸿蒙OS的一个4.0的系统 那鸿蒙OS 4.0的一个系统 已经升级到最新版了 当然我这个手机是Mate 305G的 这个不重要 那要提醒大家一点的就是 我们在操作这个 安装谷歌三套件的时候 一定要打开这个魔法链接 大家看到 我这里已经打开了 具体这个方法呢 我就不讲了 这个我有太多这方面的视频 介绍给大家的 OK 首先呢 我们要下载这样一个 gbox的一个软件 OK 我们复制链接 然后打开浏览器 哦 结果现在是说不能用 被屏蔽了 被屏蔽了 那这一个是节点的问题 是节点的问题 我们换个节点就好了 OK 我们换个节点以后 我们刷新一下 好的 成功加载 这个就是gbox的一个官网 这个网址我也会给到大家 那么进入这个界面以后 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下载就可以了 OK 其实我已经下载过了 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删掉 OK 我已经放在桌面上 就是这样一个 之前我的给大家介绍的版本 好像是1.3的版本 那么现在已经更新到1.5.2.9的版本了 这是最新版本 OK 我们直接拖过来安装 这边有一个风险提示 我们点继续安装 OK 这边有一个什么安全提醒 怎么怎么的 我们不管 我们点这个已了解 什么什么的 然后点继续安装 那么这里它需要输入这个 华为账号 因为这个应用呢 它是不是华为商店里面的 所以它需要一个安全验证 OK 我们输入验证密码以后 这里就显示安装成功 我们就点击完成 我们把它拖过来 大家看到这个Gbox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以后 我们暂时先不济于打开它 我们先赋予它一些权限 我们点这个设置 那我们到这个应用和服务 点开 这个应用权限管理这里 点开 OK我们的应用这个地方呢 我们找到刚才安装的这个Gbox 我们点开它 这些权限其实我们可以不用管它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怎么样呢 应用内安装其他应用 我们赋予它这个权限 然后悬浮框这个功能 我们赋予它这个权限 然后创进这个快捷方式这里 我们也赋予它这个权限 OK 设置好以后 我们再来打开双击打开这个应用 这个地方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点同意 同意以后第一次登陆 那它会这个加载一些它里面的应用 我们稍等片刻 加载出来以后呢 这些应用我们是不是都很熟悉 包括这个Gmail等等 我们先不着急安装这些东西 我们这个地方点查看 那这里有一些必要权限 我们必须要把它开启 我们点击去开启 这边点允许 OK允许完以后 我们再倒回来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安装一些它的应用 打比方 我们苏西的这个YouTube 我们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以后呢 它要我们登陆这个 登陆这个Google Play的一个账号 OK我们点击登陆一下 OK这个地方我们输入我们的谷歌账号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输入账号的一个密码 OK输入完以后我们点下一步 OK我们点通过这个手机结束验证码 OK我们收的验证码收进去 然后我们点全网 我们点跳过 OK这里我同意 这边说您的设备怎么怎么定 OK好 现在登陆成功了 登陆成功我们直接点这个地方安装 OK现在正在下载 再安装 OK这里是显示安装成功 我们回到主页 大家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拖过来 那这里是显示已经安装成功了 安装成功以后呢 我们可以打开试试看 OK这边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可以正常打开的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我们打开一个视频看一下 OK这边是正常打开的一个 好的这个使用没问题 把它关掉 OK我们再回来 再回来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搜索 可以搜索到很多的一个商店里面的东西 那当然为你推荐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很多的 也是有非常多的 你自己想搜哪个搜哪个就行了 那大家看到啊 刚才播放的这个 YouTube打开以后呢 那它全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GBOX的一个标志啊 大家看到 这其实是在GBOX的一个框架下面啊 GBOX它其实是一个虚拟机的形式 它在安卓手机上 创建了一个虚拟的一个环境 那么在它里面下载的软件呢 它都是在这个虚拟机下面运行的啊 我们把它关掉退出 OK它在桌面上已经创建了一个 这个快捷方式啊 OK那除了在GBOX里面 用它的谷歌商店 来下载这些软件的这个方法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也可以下载这个谷歌商店 OK我们打开这个浏览器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来输入网址 那我们在这个网址来下载这个 直接下载谷歌Play OK我们直接输入网址 打开这样一个网址以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下载这个谷歌Play啊 谷歌Play 直接点这里下载就可以了 那我在电脑上已经下载过了啊 我在这边就不演示这个下载的过程了 OK那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 进行一个安装 OK这边是有一个风险提示啊 我们点继续安装 OK这边也是一样啊 点继续安装 那这边也需要输入一个这个 华为账号 作为一个验证 OK现在安装成功 我们点完成 安装成功 我们把它拖过来 那大家看到这边这个内商店已经安装成功了啊 我们尝试打开看一下 那但是大家看到了 这里 它闪退是不是 一点就闪退 一点就闪退 对不对 OK 那这个办法怎么办呢 我们再打开gbox 我们把它纳入到gbox的虚拟环境当中 那我们打开以后呢 眼睛右上角的这个三条杠 这边有一个克隆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 OK这边有个play store OK我们点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克隆 OK 克隆完了以后的话呢 这边就出现一个play store的一个图标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点右键 然后这个地方点什么创建快捷方式 OK创建完毕以后 那就是这样一个了 我们把它拖过来 这个是我们刚才通过gbox创建的一个 那这个就顺利打开了 那这个就顺利打开了 对不对 OK 打比方我们要安装 这个软件 我们直接点击安装就可以了 啊 我们跳过它 OK 现在下载安装 OK 这边显示安装成功啊 我们回过来看一下 那就是这样一个了 我们把它拖过来 那至于这个怎么使用 怎么安装怎么使用的话呢 我之前有专门的很多期视频专门讲这一个啊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我的主页搜索查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给它删除掉啊 这个闪退的这个给它删除掉啊 那卸载掉不要了 OK 我们保留能用的就可以了 那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来安装这个谷歌普利里面的一些应用啊 那我们在这一个手机的浏览器里面打开这个网址 OK打开以后呢 刚刚我们是在电脑上演示直接在这里下载这个gbox 对不对 OK我们现在想要下载其他软件的话呢 我们点右上角这个三条杠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我们点这个APP什么的 我们点一下 OK 点一下以后啊 这个地方也是罗列了这个gbox里面已经收录的一些常用的一些谷歌应用 那都在里面啊 都在里面 OK 打比方 我们下载这个gmail 我们点击一下 那这个是gmail 我们点这个download 给它下载一下 OK 现在正在下载 那我们看到这个下载页面 现在正在下载 那这边我们点允许浏览器安装 然后安全提醒什么的 同样的啊 我们点继续安装 那这边又需要这个 华为帐号验证一下 我们输入密码 OK 现在安装成功 我们点完成 那我们回到桌面 那这个地方已经安 已经安装完成了啊 那我们点击打开一下 那OK 这个都是可以正常打开的啊 那输入这个账号什么东西的 就可以同步你的邮箱里面的东西啊 那在这边呢 我就不演示了 好的 今天呢我就主要跟各位小伙伴演示了 在这个鸿蒙OS4.0最新系统上 成功安装这个gbox 安装这个play商店 包括下载一些应用 都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